崔永元深夜曝光这个人,背后原因惊动国人,网友,冯导你怎么看? 崔永元在观众的形象一直就是实话实说,而近几个月更是以一人之力抵抗整个娱乐圈的黑暗,成为了广大网友心中的孤单英雄,不过他也并不孤单,因为他深知背后会有一群人在支持着他,这也是他能一直坚持下去的源泉 一直以来,崔永元都是抱着娱乐圈的黑料,但是就在昨天,小崔竟然是无全力曝光了一位好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昨晚接近零点的时候,崔永元深夜曝光了一个人,以安娜的角度配文,我家禅士官特别烦坏人,因为他采访过许多好人,这就是个好人 崔永元都说是好人,还特地发微博来声明,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除了冯小刚等人,还真的没见过小崔如此大张旗鼓 微博地下还有个链接,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 那些的标题为崔永元彻底保光了这个人,背后原因惊动全国,便进去一看,原来是当初小崔采访一位外国教师的事件 文中讲述这位老师身上恶习很多,不纳税,不消费,生活邋遢,甚至为工资待遇和校长打架,听起来确实非常可恶的一个人 难道小崔文中所说的好人就是这样一位满身恶习的外国教师吗?你可不能让网友们失望啊 再往下看其实不是这样的,丁大卫原来是一位小学老师,想来中国当大学老师,这时候就会有人疑问了,小学老师来中国就想当大学老师? 众所周知,外国人来中国大学当外教的例子非常多,英文作为母语,传授大学生英语知识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前面提到的因为工资待遇问题和校长打架的是因为他觉得工资太高了,要校长主动降工资 可是校长却不答应结果两人就打起来了,看来校长也有一颗吸财之心 相信看到这里很多观众会觉得这是炒作吧?其实不然 成名之后,他没有去舞台上捞金,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给大家看 来到了环境最艰苦的甘肃之教,他一直坚信,当老师,就要到最需要的地方 到了东乡之教后,他没有领过一分钱工资,每天睡在十几平米的地方,什么都没有 但是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帮助东乡线通水通电,还相继建设了11所学校 最后还出版了东乡语和普通话的字典,让更多的东乡孩子学会普通话 全部贡献都是他的一己之力,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觉得有点像崔永元呢? 两位孤单英雄,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而有网友看到这段伟大的经历后,喊话冯小刚 冯导你怎么看啊?要不要打算把经历拍成电影啊? 冯导会不会拍成电影?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如今像这样的孤单英雄太少了 我们能做的不多,只有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你们怎么看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